焦点主题9 直角坐标的距离公式 括号1 直角坐标平面上有X轴和Y轴 这样的话会把平面分成四个区域 每个区域我们称为向线 我们来看左下方的图形 直角坐标平面可以分成四个向线 这四个向线分别为第一向线 第二向线 第三向线 以及第四向线 而这些向线所代表的点坐标 它的符号分别为 第一向线是正正 第二向线是负正 第三向线是负负 而第四向线为正负 而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X轴上的点 或者是Y轴上的点 是不属于任何向线的 接着我们来看如何标示点坐标 括号2 当坐标平面上有一个点P 那么我们从这个点P 分别对S轴Y轴做垂直线 这时候交于S轴Y轴上的点坐标 对应的数如果分别是A和B的话 那么我们就用括号AB来表示P点的坐标 我们可以记成这样 其中这里的A代表的是P点的S坐标 而B代表的是P点的Y坐标 我们来看一下正下方的图形 这是一个坐标平面 这个坐标平面上有一个点P 那么我们从这个P点 对S轴做个垂线 对Y轴做个垂线 这时候这两条垂线 跟S轴Y轴交点的对应数 分别是A和B的话 那么这个P点的坐标 我们就记作AB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直角坐标平面上的距离公式 括号3 这里有两个点 分别为A是SEY1 B是SEY2 如果这两个点的S坐标 都是SE的话 那代表这两个点 是位在同一条线垂线上 那么这个AB线段的距离 就是它们Y坐标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Y2-Y1的绝对值 括号4 假设这里有两个点 分别为A是SEY1 B是S2Y1 假设这两个点的Y坐标 都是Y1的话 那么代表这两个点的Y坐标 这两个点会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那么这AB两个点之间的距离的话 其实就是他们S坐标之间的差距 也就是S2-SE的绝对值 最后我们来看括号5 假设这里有两个点 A的坐标是SEY1 B的坐标是S2Y2 这两个点它的S坐标不同 Y坐标也是不同的 那么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线段AB会等于 根号 根号 括号S2-SE括号的平方 再加上括号Y2-Y1括号的平方 这就是AB线段之间的距离 这个公司的由来呢 我们可以参考右下方的图形 这个平面上呢有AB两个点 我们利用AB这两个点呢 分别呢对S轴做垂线 Y轴做垂线 这时候呢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直角三角形的底边呢 是S2-SE 它的高呢是Y2-Y1 那么呢利用B式定理 我就可以求出AB线段的长度 也就是我们的距离公司了 老师讲解9 坐标平面上有一圆的圆心为Q51 而圆通过点P176 是求此圆的直径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要求圆的直径 圆的直径是半径的两倍 所以我们先想办法把半径求出来 半径是圆心到圆上一点的距离 我们利用这个概念来求半径 半径等于线段QP 也就是圆心到P点的距离 等于根号17-5的平方 加6-1的平方 17-5等于12 6-1等于5 所以得到 根号12的平方 加5的平方 12的平方是144 5的平方是25 所以等于根号144加25 144加25等于169 而169是13的平方 13的平方开根号等于13 所以这个圆的半径是13 而直径是半径的两倍 所以直径等于2乘以13等于26 交点主题时 直角坐标 分点公式 坐标平面上有两个点 A的坐标是SEY1 B的坐标是S2Y2 若点P在线段AB上 而且PA的长度比PB的长度等于N比N 则P点的坐标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M加N分之NSE加MS2 M加N分之NYE加MY2 也就是P等于M加N分之NA加MB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 从右边的图形来看 点P是线段AB的一个分点 如果P到A的长度 比P到B的长度是N比N的话 则P点可以写成一个分数形态 它的分母是比例的总和M加N 而分子是这里 NA跟MB交叉相乘的和 老师讲解时 坐标平面上有两点 A的坐标为E17 B的坐标为91 且P点在线段AB上 若线段AP比线段PB等于3比5 是求P点的坐标 我们先试着把图形画出来 因为线段AP比线段PB等于3比5 所以图形可以画出来像这样 好我们利用分点公式 把P的坐标写出来 P的坐标等于 3加5分之3B加5A 这里的3加5是这里比的相加 3B加5A所代表的是这里交叉相乘的和 3B加5A 好接着我们把A点跟B点代入运算得到 8分之3倍的91 加5倍的117 好我们试着把这里的3跟5 乘到坐标里面去得到8分之273加585 我们把这两个坐标合并得到8分之27加5 3加85 27加5是32 3加85是88 接着我们把分母8跟坐标合并得到8分之32 8分之88 所以P点的坐标是4 11 焦点主题11 直角坐标 终点公式 坐标平面上有两点AB 则线段AB的终点M 等于2分之A加B 这个公式是由分点公式而来的 M既然是终点 所以MA和MV的比例是1比1 借助分点公式 我就得到终点公式了 老师讲解11 坐标平面上有1元的直径两端点为 A73 B53 试求此元的圆心坐标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解析 因为直径的终点就是圆心 所以呢我利用终点公式 把它的圆心找出来 所以圆心等于2分之A加B 我们在这里把A的坐标和B的坐标带入 然后呢试着把这两个坐标合并起来 所以得到2分之12 16 把这个坐标除以2 得到的坐标是68 因此这个圆的圆心坐标就是68 焦点主题12 直角坐标 平行四边形的顶点 坐标平面上有平行四边形ABCD 顶点关系为A加C等于B加D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意思 所谓的平行四边形ABCD 代表这个平行四边形 从某个顶点开始 ABCD顺时针排列 或者是逆时针排列 好 像这个平行四边形ABCD 它的对角线 我们试着把它画出来 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会互相平分 所以A和C的终点 与B和D的终点 会重叠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系式 2分之A加C会等于2分之B加D 我们把这里的分母2消掉 所以因此我们得到顶点关系 A加C等于B加D 老师讲解12 平行四边形ABCD中 若ABC三点的坐标分别为 1136411 试求D点的坐标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解析 因为平行四边形ABCD中 零点关系为A加C等于B加D 因此D点的坐标可以写成 D等于A加C减B 我们试着把A、C、B的坐标带路 可以得到 113加11-64 接着我们把这三个坐标合并 可以得到 1加10-6 13加1-4 经过运算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 5、10 这就是D点的坐标 交点主题13 直角坐标 三角形的重心 三角形的三条中线交点为重心 在坐标平面上 三角形ABC之重心为 G等于三分之A加B加C 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个图形 所谓的三条中线指的是 三角形有三个边 每个边把中点找出来 跟对面的顶点相连 这一条就是中线 而三条中线会刚刚好交于一点 这个点我们就称为重心 老师讲解13 三角形三顶点的坐标分别为 A24、B02、C70 试求三角形的重心坐标 我们来看这一题的解析 三角形ABC的重心 等于三分之A加B加C 我们试着把三个坐标带入 可以得到三分之24加02加70 我们把分子三个坐标合并起来 得到96 接着把96除以3 所以得到32 这就是三角形的重心坐标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